我们把小车给打开 撑开的时候有点紧 然后我们手握住前轮的地方 压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安装一下它前面的轮子 前面的轮子上面有这个保护套 我们一定要把它拿掉 然后这个保护套它比较紧 我们用一个工具可能会比较好拆一下 如果说自己开的话 可以这样旋转一下 把它拿掉 扔掉以后扔掉就可以了 前轮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凸体 我们要用手这样按住以后 别松手啊 按住直接套上去 这样就可以 后轮的按照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珠 我们这样红色的是刹车 然后它是在后面 套进去以后呢 我们用这个手把这个往里压一下 先是向上一拍 胶红的安装我们来看一下哈 它是在这个侧面哈 这个布的下面 然后在扶手这个地方 向上端 这边有一个孔 有时候呢 它会让这个布给盖住哈 大家就是动一下这个布就可以看到 我们对准以后 这个卡扣它是朝后的哈 这个位置 大家别安装反就可以了 对准以后用手心 一按就可以进去 它上面呢 还有一段是这个植木胶 我们直接把它残在管体上 后面呢 直接放下来就可以的哈 这样放下来 扶手的安装我们来看一下 它前面呢 有一个护胯带 我们用扶手把它穿进去 穿进来以后呢 直接两边对准就可以的 对准以后呢 我们用手按住这个小圆珠 打开 这布栏的安装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面呢 它是在左右两次哈 大家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安装错 前后面呢 它是一个布的面 我们把前面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横杆 这个地方有一个横杆 直接固定到这个横杆上面 前端是固定到这里的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后面 后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杆 我们直接系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置物栏给固定好 水杯战的安装 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形的哈 就是我没把它对准以后 对准这个卡槽 按进去就可以 这个也是可以叫旋转椅子 棉垫的安装给大家演示哈 我们先把棉垫铺到这里面去 铺到这个座椅当中哈 然后它有一个黄色的这个绳子 我们看一下哈 然后直接把它 从这个侧面呢 把它给穿出来就可以的 然后隔开 隔开这里哈 就是从这边 然后再把它穿进去 穿过来以后呢 直接系上就可以的哈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样大家操作起来呢 也比较简单一些 手腕带的安装哈 就是我们直接 从这个推把下面穿过来就可以的 这个地方有个扣子 穿过来以后 我们使用的时候 可以直接套在手腕上 背带的安装 给大家看一下哈 就是从这个地方 把它直接穿过来就可以的 另一端呢 直接系到这个推把位置也可以 或者是下面也可以的哈 就是我们直接把它过来以后系上 然后 然后咱这个背带呢 平时是使用不到的哈 就是除非大家就是带着宝宝出去旅游呀玩呀 就是说折叠以后 可以把它背在肩上吧 这样就可以 呃 讲一下这款小车的收车 我们先把这个脚踏板放下来哈 调到一个最低的状态 然后把这样子收起 还注意一个呢 就是它的靠背哈 一定要调成一个躺的模式 搜车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按键 我们用大拇指往这推一下 推过来以后呢 捏住 推过来以后捏住这个 直接旋转一下 这样就可以收车完成 当推板的调节我们看一下哈 它的就是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原色的凸起 我们用手把它往里一按 下压一下 呃 这样呢 就可以把它调下来 如果我们向上调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按住以后 向上一台 OK 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也把这个地方放下来就可以的 放下来以后 这个侧面是可以变成一个下季款 我们把这个打开以后呢 看一下哈 向上卷 直接把它粘到这里就可以的 粘到粘贴这里 这个地方就可以通风 然后如果说我们用不到了以后呢 直接把它放下来就可以的 这样呢 侧面也比较 规整哈 这样比较整齐一点 多谢您的速度 还行 多谢您的速度 速度 发现 速度 是 到 辈end 快 到达 速度 aze 他 用 来 向下 速度